我們這個影片要介紹Asset Browser 大家在製作很多作品之後呢 有沒有一個困擾 就是怎麼去管理你已經做好的作品 Asset Browser 它就是可以讓你 能夠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這個影片最主要就介紹Asset Browser Asset Browser 你可以在這個 Icon 當中 然後去看到有一個Asset Browser 的這一個功能 然後目前我安裝的是Breadful 然後它有一些跟頭髮相關的Asset 然後我已經增加了一些Asset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家具的Asset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增加你的類別 然後主要你要去Preferences 這邊去設定說你的Asset Library的存放位置 Default它為了一個User Library 然後我去在桌面新增了一個Folder 叫BlenderAsset Browser 然後給你看一下這個Folder裡面 等一下我發現不要的檔案閃掉 OK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有兩個類型的檔案 然後一個是Bread 就是你每一個作品你可以把它儲存成一個Bread的副檔名 然後這邊有一些JPEG檔 是我把它當作縮圖來用 就是你在Asset Browser裡面 你可以去制定你每一個Asset的一個縮圖這樣 然後設定的方式呢 你可以在View這邊去Asset Detail這邊去打勾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外面 右邊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視窗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切換 就是去更換你的一個縮圖這樣 OK 然後 所以 所以 新增的話其實很簡單 OK 就是去設 Preferences 然後Asset Library 去Create一個Folder 然後把你的 這些Blender 放進去 那 這個是在瀏覽的部分 那你怎麼去新增呢 那我們也示範給大家看 我先用最基本的 一個這樣的 立方體 OK OK 然後 一般 我們要去加到Asset之前 你要先在你的作品當中 例如說我在右邊 這個Cuber這邊 按右鍵 然後選擇MarkAsset 當你做了這個設定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icon就變成很像 書籍的這個icon 這就代表說 你把它新增到這個Asset OK 然後我現在儲存 把這個 Brand的檔 儲存在 相對應 就有剛剛新增的 一個新的Library 然後 隨便打一個Temp 然後我就儲存了 OK 然後 Asset Browser 除了 你可以在這邊去打開之外 你也可以 從這邊去選擇 Asset Browser 然後再把Folder切到剛剛那個Library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個 我們剛剛 新加進來的Cuber這個立方體 這樣 OK 然後 你也可以去選擇你的icon 要 如果你要換icon的話 你就是 在這個時候 去勾選 Accept Detail 然後去 這個Folder的icon 你把它點選之後 你就可以 去更換這個縮圖的一個檔案 有些時候它並不會去自動產生縮圖 你就變成要自己手動去新增一個縮圖這樣 OK 然後使用的方式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用拖拉的方式 從你這個Asset Browser 你就可以去 無限次的去使用 你原本 已經做好的一個 你的作品 你就可以在 新的作品上面 去使用 重複的使用它們這樣 所以說 這樣的一個 Asset Browser 其實它是一個 非常方便 的一個工具 讓你可以重複的 去使用你的 已經做好的一個作品 OK 好 那我們 這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 就介紹Asset Browser 這一個功能 然後大家也可以練習 試看看 OK 好 那我們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